因疫情后半场26号降为二级警戒 新北市采取缓坡式降级 最让家长开心的是 终于能把小孩送回学校了 教育局有条件开放幼儿园及课照中心 因相关场域工作人员施打疫苗打9成5 施打时间超过两个星期以上 未来复课兼顾防疫安全与疏解家长照顾压力 我们已经有百分之95.88 也就几乎96%的已经施打了疫苗 也超过了两周具有保护力 再加上如果没有打疫苗的部分 我们也会有快塞或PCR的阴性证明 来确保我们所有教职员工的健康 来保护我们所有的私生安全 复课开放条件除了疫苗覆盖率之外 教育局表示每天需实施人员健康管理 未施打疫苗者在复课前三天内 应进行快塞或PCR阴性证明 复课后每三至七天定期快塞并公布结果 教室则采固定座位并以教室范围拉大最远座位兼具 用餐全面设置隔板 如预确诊者足迹应停课三天 有确诊个案则必须停课14天 且必须全体教职员工生快塞阴性才能复课 要加强相关的防疫措施 包含的第一个 如果是没有办法保持通风 或是没有窗户或是密闭的空间 例如地下室 我们是不开放的 然后教室的座位是固定的座位 而且要拉大间距 能够确保社交距离 另外用餐的时候一定有隔板 然后相关的 例如勤洗手 佩戴口罩 这都是最基本的 一定要做好的防疫措施 另外考量幼儿园又同年龄上小 复课后注意规范 还有要求不接送入园 幼儿园专用车油19人降载至10人 同时也请家长合作 孩子生病不送来上课 共同维护学习环境安全 记者正听家综合报导